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的财运线不清晰或断断续续 这可能意味着你的财富流动性较强 容易面临一些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这时你可以通过 加强理财规划和提升财务管理能力来平衡财富波动 此外 如果你的财运线呈现出多条交错线条 可能意味着你在财富方面会经历多种渠道的收入 这类人通常擅长投资或在多个领域发展财源 拥有这样首相特征的人 往往在事业上多财多艺 善于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财富 能保持经济的多样性 二 智慧线与感情线交汇成M字 手掌上形成M字形的纹路 是富贵首相中非常罕见的一种 这种M字首相 通常被认为是领导能力和财富双丰收的象征 当智慧线 感情线 生命线三者交汇成M字形时 代表此人不仅聪明智慧 而且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职场挑战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能够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 才能在事业中展露头角 他们善于发现商机 并能有效组织团队资源 完成目标并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类人 不仅在经济上有着很好的表现 往往在人际关系中 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 因此 他们的富贵气息 不仅仅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 还体现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上 如果你拥有这种首相 不妨多加发挥你的领导才能 尤其是在职场中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往往能够为团队带来突破性成果 三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 手掌的厚度和弹性 在首相学中 同样与财富和健康有很大关联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的人 通常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同时也代表着财运旺盛 生活富足 这种首相 暗示此人拥有良好的体质 不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具备较强的耐力和韧性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手掌 偏薄或缺乏弹性 可能意味着你的财运 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来实现 厚实且有弹性的手掌 预示着你能够很好地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 并能够从困境中快速恢复 这对于长期的财富积累非常重要 拥有这种首相特征的人 通常在工作上踏实勤奋 懂得如何利用机会来积累财富 此外 手掌厚实 也象征着良好的理财习惯 这种人往往不会随意浪费金钱 懂得储蓄和积累财富 因此他们的财运 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受到大的影响 四 智慧线长而深 智慧线是首相中最重要的线条之一 它代表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判断能力和智慧水平 如果你的智慧线又长又深 这意味着你天生具备很强的分析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 能够冷静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并做出合理的决策 这种首相的人通常在职场上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需要解决问题和制定战略的岗位上 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善于规划未来 并且能够通过合理的判断 抓住最佳的机会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能够通过持续学习和不断提升自我 来实现事业上的突破 从而带来财富的增长 如果你的智慧线较短或浅淡 可能意味着你在决策上容易犹豫不决 或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时感到压力较大 建议你多加强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能力 提升自我决策的自信度 这样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5.事业现场且笔直 事业现位于手掌中央 通常从手掌下方向上延伸 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轨迹 如果你的事业现场且笔直 说明你在事业上 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明确的目标 通常能够在职场上获得显著的成就 这种首相预示着你的职业生涯比较顺利 能够通过个人的努力 获得上司和同事的认可 事业现清晰明朗的人 通常工作态度积极 责任感强 能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他们往往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 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因此事业上的成功 也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如果你的事业现较短或呈现波浪性 可能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中 会遇到一些波折或不确定性 这时你需要保持耐心 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 尤其是在面对职场挑战时 不要轻易放弃 通过不断努力和调整 你依然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六 太阳丘发达且饱满 太阳丘位于无名指下方 掌心的这个部位 象征着一个人的荣誉 成功和财富 如果你的太阳丘饱满 代表你不仅有着出色的财运 还容易在事业和生活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 太阳丘发达的人 通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色 能够凭借自身的魅力 和才能赢得他人的关注 他们善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财富 并且往往能够将成功 转化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能够在事业上获得较高的职位 或者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领导者 如果你的太阳丘较为平坦 可能意味着你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你可以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能力和人际关系 来增强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 七 财库线清晰明朗 财库线 是指手掌生命线附近形成的 一个三角形区域 被称为财库 财库线清晰明朗的人 通常具备很强的储蓄和理财能力 懂得如何守住财富 这类人不仅善于积累财富 还能够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支出 防止破财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在财务管理方面表现出色 他们能够通过合理的投资和储蓄 来实现财务的稳定增长 他们不会轻易 被诱惑花费不必要的钱 而是能够冷静地规划自己的经济未来 如果你的财库线不清晰 或存在缺口 可能意味着你在财富管理上 需要更加谨慎 避免过度的花费或冒险投资 通过培养理财习惯 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比例 你可以逐步增强自己的财务状况 让财富不断积累 8.感情线末端向上翘 感情线是横贯手掌上方的一条线 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 如果你的感情线末端向上翘 这意味着你不仅在情感上顺利 还具备出色的社交能力 善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在人际交往中非常受欢迎 能够通过广泛的人际网络 获得事业上的机会 他们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尤其在关键时刻 能够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从而带来财富和事业的提升 如果你的感情线末端平直 可能意味着 你在人际关系上需要更加主动 争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九 川字掌 川字掌是指手掌上的生命线 智慧线和感情线互不交错 形成一个川字型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通常个性独立 意志坚定 具备很强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川字掌的人 通常不容易受外界干扰 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这类人往往喜欢独立创业 或者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 如果你拥有川字掌 建议你多加发挥自己的独立性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事业成功指日可待 十 感情线深直且清晰 感情线的深度和清晰度 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情感状况 也能看出 这个人在生活中是否具有责任感 如果感情线深直且清晰 说明此人非常有责任感 做事认真负责 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 这种首相的人通常在事业上表现出色 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责任心 还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从而带来事业和财富上的成功 他们往往在团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得到同事和上司的认可 职位和收入不断提升 十一 生命线长而圆润 生命线的长短和形状 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力息息相关 如果生命线长且圆润 这不仅代表你身体健康 还意味着你精力充沛 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极高的活力 这种首相的人通常耐力十足 尤其在面对长期的工作和事业挑战时 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 不断进取 他们往往能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获得成功 财富自然也随之而来 十二 双重智慧线 双重智慧线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首相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具备超凡的思维能力 和多方面的才能 他们不仅聪明 而且善于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能够在事业上多面发展 财富和地位都会随之而来 双重智慧线的人 往往能够在职场中游刃有余 既能处理繁琐的细节 又能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 这种首相的人 在财运方面非常有优势 他们往往能通过 多元化的职业发展 实现财富增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